生亡危机之父三三哲斯 于1965年8月11日 出生在日本三口县 严国市 这一年被后来很多人 誉为游戏的天王年 诞生了茫茫多的天才游戏制作人 像卢龙之父明月冷阳 卡布公最强外星人盗船金岸 怪物猎人之父船水继啸 皇家骑士团之父松野太极 应有鬼才水口则也 索尼克之父终于斯等一系列游戏迷中 而说成乡的名字 都是和三三哲斯同一年出生的 三哲斯从小家境英识 全新能力也很突出 并如愿考论有着 关系最强四季学校之称的 日本同志社大学 据他本能说 他小时候其实并不喜欢玩游戏 但进入高中时 有个要好的同学 恰好是个超级游戏迷 没事就喜欢泡在街机厅中 并一直尝试骗三哲入坑 一开始三哲并没有如他所愿 每次要要去街机厅完 三哲都拒绝了他 直到有一次这位同学转换了策略 直到三哲特别喜欢功夫和搏击 于是从游戏杂志上 剪了很多相关题材的游戏简介带给三哲 其实公有款叫Apoker的游戏 错综了三哲的极点 从此被套路的三哲 走上了为游戏奉献一生的不归路 来喜欢三哲游戏的 来给三哲的同学磕一个 而这种对于游戏的喜爱 也影响到了他的就业选择 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三哲 一开始并没有选择游戏行业 而是申请了一家 名为新日帖的大型集团公司 但面试没有通过 受死挫折三哲 觉得既然高兴稳定的工作得不到 那不如选择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 于是游戏行业成了他第二选择 而伦天堂就成了他进军游戏业的第一次尝试 可现实面试还是被刷了下来 连续两次的失败 顿时让三哲阴谋了 从事游戏业的决心也开始动摇 巧了不是 就在这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 他的老同学再次出现 并特意带了一份招聘广告给他 上面印着的 这是卡普空在大阪西埃顿酒店 举办的大型招聘会 招聘会结束后 并提供一份免费的餐食 其实三哲那时对卡普空是无感的 只不过是看着和饭的面子上 才免费一起难参加了招聘会 而在招聘会上 时任卡普空会长的十本线三 口罗闲合般的吹齿了牛逼 什么公司三年内准备上市 我们这里有很多刚进公司的小年轻 工作了一年 工资就翻了三番等等 反正就是给新人画饼 你们应该都懂的 但还是唬得三场一愣一愣的 顿时化身成全会场最积极的仔 打着会场负责面试的钢盆机器 为了很多工作相关的细节 这位超级积极 画超多的求职者 也给钢盆机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离谱的是 上午面试表现出色的三张真斯 竟然下午的比试没有通过 毕竟这家伙过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来蹭饭的 压根对卡普空的游戏 就没怎么了解过 所以吃完和饭后 当场就被宣布了淘汰 然而奇迹发生了 一周后 卡普空方面来了一则电话 说那场面试后出现了一点意外 三张作为后补 被卡普空录取了 这自然是钢盆机器背后的神操作了 是他特意去HR部门要来的三张真斯 他觉得三张是个人才 哪怕这家伙的比试成绩烂得可以 而三张也因为死而复生 被公司里的同事 取了个上师的外号 而进入公司后 带他的师傅正是藤原德郎 跟着师傅 三张参与了不少作品的制作 其出作正是GP上的卡普空问题 阿迪娜逆险记 这是一款普及知识的 问答类低成本游戏 之后也陆续参与了SFC版的阿拉丁 高飞家族等一系列作品 其工作能力得到了卡普空当时 移动大牢的高度好评 时间快进到1994年 卡普空内部发生了动荡 世家引领的街机3D化时代的到来 以ASMK为代表的格斗游戏兴起 卡普空在街机市场的份额被大大压缩 而家用主机这边 之前是抱着扔天堂大腿的卡普空 也因为权力机和卡带滞销的问题陷入困局 在这种动荡不安 前途仿佛一片黑暗的氛围下 很多人先后离开了卡普空 其中就有负责生化危机项目的藤原德郎 这一下子使得生化危机项目陷入了风雨飘扬 而藤原的离开也得以让头号小弟三双生斯 接手了生化危机这个项目 起初卡普空上下并不看好三双生斯 很多人认为失去了藤原德郎的指导 经验尚浅的他根本无法胜论从制作人 幸运的是当时开发本部的部长杠木吉奇 一排众医 选择继续信任这个名声不显的年轻人 生化危机就这么一波三则走到今天的地步 而三双生斯接手生化危机后 除了保留一部分甜蜜机家的烙印外 还加入了不少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1980年出品的惊悚电影 闪铃的启发 双脑出洋缓 还受到丧尸三部曲 活死人之夜 活死人黎明 以及丧尸出轮的影响 加入了丧尸病毒传染元素 而这些元素叠加起来后 并不是我们之后所熟时的生化危机 而是成了一款带有超自然 日式心理恐怖元素的 全三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没错 三双生斯起初一直认为 第一人称更适合恐怖游戏 拥折视角可以有更强的沉浸感 只不过就算有着 当时最强三迪性能之称的PS1 加上卡普空的技术力 还是无法做出他想要的画面 就在大家束手无措 项目陷入僵局时 另一款游戏进入了他的眼帘 那就是披上著名的冒险游戏 鬼无魔影 他的标志之一就是 画面采用了3D人物 加3D预渲染后的背景贴图构成 这种节省背景多边形数量的操作 反而因为机能集中在人物上 让游戏的表现力得到了提升 这点给三双带来的触动特别大 虽然放弃SFC选择PS1 来制作生化危机 却是让画面表现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但那一代的主机有个短板 也是非常致命 当年PSS用的是两倍速光驱 这所造成的结果 就是游戏的读盘速度慢到爆表 游戏对于那些要频繁读取战斗画面的SRPC游戏 真的是毁灭性打击 比如机身大战系列 SFC上秒进的战斗画面 在PS上要等十几秒 这频率一高真的是浪费生命 而生化危机系列虽说不是SRPC游戏 但游戏之日需要玩家不断来回记录不同的场景 这造成了读盘量很大的竞争 所以三双为了弥补这个一短板 脑洞其他的想出用开门动画来淡替读盘时间 这一想法不光让玩家们忽略了漫长的读取时间 还增加了对门后世界的神秘感和好奇感 甚至连恐怖的氛围都提升了很多 毕竟肯定片里的开关门声音也是很圣人的 这也是为啥老生化系列更吓人的原因之一了 都知道脑补最致命 不然就算是真子一直在你面前来回晃 你看多了也就觉得他身材不错 诞生久了甚至想要嘿嘿 而独立编写了半年剧本的三章之词 在游戏中还另一批心加入了双线剧情 两位可选角色的背包格子 所有武器耐操度以及剧情流程都有六位不同 并加入了12个结局 尽管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太大 就是随活随死的区别 但在当时却实是一种创举 到此生化危机所有问题都得到圆满解决 拼上最后一块拼图的生化危机1 以1996年3月22日在PSC平台上震撼登场 本来卡普上下对于生化危机1的销售成绩 不够有太大的希望 毕竟自作人是个菜鸟 加上题材又是冷门的恐怖生存游戏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生化危机1一发售就成为了PSC上 第一个过百万销售的游戏 被最终砍下了五百万这精神成绩 法米通给了它38分 在当时就仅次于马力奥64 尽管生化危机并不是第一个恐怖生存游戏 但它确实是第一个把这小众类型 做成大众使来的创新者 对游戏也意义非凡 也因此在2012年被时代召勘 评为有史来最伟大的百大电子游戏之一 回想起生化危机1时 三双真是本能还是略有点遗憾的 那就是操作方式的妥协 因为采用了类似鬼无魔影式的背景贴图设计 导致游戏的视角只能是固定的 只不过是为了不影响游戏进行 每个场景根据行动位置 会有不同数量的镜头切换 这就导致了以往上下左右的常规操作方式不再管用 比如当前镜头需要朝着玩家的来路方向面对玩家 而接下来镜头则需要从玩家的右侧拍过去 短短十几秒 你会碰到数次的切换镜头场面 如果还是简单粗暴的采用 上就是朝屏幕上方移动的这种绝对移动方式 几乎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玩家陷入超级混乱的地步 所以山上的另一个脑洞 坦克操作方式横空出世 无论你的镜头角度怎么天马行空的变化 时间的上始终是玩家前进的方向 下始终是后退 想要边移动边朝着人物右方转动 始终按上右就行了 当然这一点也会造成人物行动不变 躲避上师非常困难 但一旦失音 又会让玩家觉得这种操作方式 与游戏生存恐怖的基调很搭 别有一番韵味 当然这一点 《三三四四》也坦言 是对于主机性能和技术力不足的妥协 直到《生活危机4》 革命型的第三轮程越尖视角的出现 这才让它实现了心目中真正想要的东西 由于《生活危机1》的空前成功 让卡普工一扫先情的晦气 公司的财务状况也一并转好 公司上下也继续全力投入到续作的开发工作中 而《生活危机2》的开发工作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般顺利 当时的日本业界有个打造明星制作人的传统 凡是业内知名的游戏公司 都有一两位能叫得响名号的游戏制作人 而彼时的卡普工因为之前的动荡 流失了不少优秀人才 正缺少一位像任天堂的公本帽 Square的板口薄熙那样 具备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制作人 而《三上正司》凭借着巨浪的外表 和《生活危机》这款跨时代的杰作 被卡普工推上了目前 把《三上》包装成和艺人一样 发型、穿着都进行了重新设计 像明信一样到处走穴 忙于到处顺床的《三上正司》 自然就没经意投到续作中了 于是在《刚本集体》的建议下 随了当时年龄才26岁 且血气放开了《神古音术》 来弹论续作的制作人 《神古音术》其实是个脾气暴躁的人 性格刚点且有话直说的他 常常和比自己大5岁的师傅《三上正司》 因为游戏设计理念的不同发生争执 而《生活危机》1.5 就是他们爆发冲突的导火索 这个被《三上》废掉的方案 就是《生活危机2》的前身 相比我们之后熟识的二代 1.5不管剧情 地图 还是角色设计都比较稚嫩 但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想法 比如《神古音术》在1.5中加入的RPG元素 那样两位角色有了装备系统 角色外观还会因为装备特征而进行变化 上师的数量和总类 要远远超过日后的二代正式版 甚至很多在二代正式版中 丹林博斯的大型怪物 在1.5中也会一起群殴你 主角经常陷入五六个各种类型的上师从围 而且《生活1.5》中上师的行动速度更快 侵略性也更强 而为了应对这种原版中必死的局面 《神古》也加入了很多动作游戏的要素 比如主角默论同时装备枪械和小刀 可以实现四代中点射出硬直 借着体数终结的要素 还有远超于三代的灵活规避系统 此外还加入了手楼弹 闪光弹等《生活危机》后续作品的范围攻击手段 总结下来《生活危机》变成了ACT游戏了 哈哈 知道为啥《神古》这么擅长做ACT游戏了吧 克鲁基因了 这1.5一出直接让三代中师破防了 让你做续作呢 你隔这做裂天使磨难啊 直接否决了1.5 而神古这暴脾气怎么冷得了 两人直接争吵了起来 结果惊动了杠本机器和吉他高层 你们说他们会帮谁 自然觉得三代中师是对的 以剧本太过于和一代雷同的缘由 也一起否决了 据说已经开发70%了1.5% 而到这 卡布公上下觉得《生活危机2》 还是由三代中师你老兄亲自来吧 走续还是先停停 别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摇钱树给搞砸了 而1.5块开发完 最后竟然全部推倒重来的神古遗述 这期间身心俱疲 顶着来自各方的责难之身 甚至一度想要放弃从事游戏的想法 此时三上没因为神古和他的争吵落井下石 而是提供了一份导演的职位 来帮助他完成《生活危机2》 并在公司内部立挺他 可见三上师是对势不对能 他是真的觉得1.5不行 而不是因为神古遗述顶撞他 这种循环才使得《生活危机2》最后得以完美的制作出来 神古遗述也因此一下子声名雀起 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些往事 神古遗述依然对于三上师师充满了感激之情 三上师师接手后的《生活危机2》 首先在剧情和世界观上进行了大幅增强 并增加了双主角交互线路 两张光盘先玩A还是先玩B 剧情路线关卡都会有所不同 一个游戏四条线路 还搞了《第四幸存者和斗物模式》 这种脑洞大开的隐藏模式供玩家挑战 可谓是把游戏的耐玩性拉满了 历史实际的加强了游戏里的各种细节 比如武器开火候的后座力 子弹弹出枪膛的轨迹 逼真的印象和子弹机中丧失身体的硬质感 人称细节决定成败 这种设计反馈是之前所有游戏都没有的 连接近它的都没有 还采用了当时业内最洪吾的CG技术 让《生活危机2》的片头 一下子成了那几年各大游戏平台 反复播放的经典片段 很多游戏店的老板 特别喜欢播放《生活危机2》的片头 来吸引玩家买PS1 哄得一帮从FZMD过来的玩家们 一愣一愣的 这状况直到FV8的出现才有所改善 在剧情上 二代无论是结构还是层次上 都对比前作进步了太多 完全一股好莱坞大片编剧的旧视感 因此本作也创造了首日销量 破200万的销售价值 最终卖了600万份 在媒体的评价下 MC拿到了89分 而法米通和IGM 更是分别给出了37分白金殿堂 和9.3分的高峰评价 三章这次的名号 一下子响策了大江南北 分头直逼板口博信 和公补帽这些业内前辈 为了撑撑追击 卡布公建立了第四开发部 部长有三章次担任 开始了疯狂的 《生活危机》系列量产计划 而这个当时并不起眼的 第四开发部 则成为了传奇孕育的摇篮 诞生了众多十年难遇的游戏系列 而人生得以许近关的三章次 又将爆发出怎样的潜力 敬请期待下一集